为什么越来越多跨国公司选择在新加坡设置总部 根据彭博智库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 在2023年前往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数量 估计高达4200家 相较香港仅1336家 足足多数于两倍 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倾向选择新加坡作为亚洲区域总部 包括我们所熟悉的苹果公司 谷歌公司 微软公司 亚马逊 以及TikTok等 以及渣打银行 美赞城 劳斯莱斯 通用汽车等老牌跨国公司 均选择新加坡作为全球或者区域总部 彭博智库的报告还指出 新加坡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较良好 人才库更大 经济多元化和提供税务奖励 顾吸引越来越多全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